這場session非常專業 是跟IoT相關 CNC刀具健康監測 這裡有兩位contributor 一個是張宣涵 還有另外一個是徐仕傑 他幕後黑手 他在下面坐著 如果有問題的話 他應該會做backup 目前是富士康集團 我們就用了一掌聲來歡迎他 請大家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鴻海集團數據分析師張宣涵 台下這位是指導我完成這個專案的老闆 徐仕傑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CNC刀具健康監測 首先我們先了解這個主題的背景 什麼是CNC呢 CNC是用來加工金屬產品的設備 那刀具則是用來加工的那把刀 它可以加工各式各樣的金屬產品 左下角呢 就是常見的加工產品 是在工業界中非常常見的一個設備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監測 CNC刀具呢 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刀具是消耗品 刀每加工一次就會磨耗一次 我們會一直一直磨耗把刀 直到它不能再用為止就換刀 那面對消耗品我們希望最大的發揮它的價值 才不會浪費我們的成本 第二 過度的使用呢 會傷害主軸 也就是當刀使用在不能再使用的時候 但它仍然在機台上面的時候 突然崩刀了 它會損傷我們的主軸 主軸的成本其實非常的高 遠比我們的刀具高出很多 那通常也沒有背品 所以一旦損傷主軸 我們就要停止幾天甚至幾個禮拜 不能生產 所以會造成我們產能的損耗 第三點 過度的使用會導致產品不良 磨損的刀 加工的時候會產生花紋 加工出來的表面也比較粗糙 那這是客戶不能接受的 通常都要在重工 所以也會導致我們的效率降低 那所以呢 我們就希望能去監測 CNC刀具的磨耗 但是CNC在加工的時候呢 其實是沒辦法檢測它的磨耗的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 師傅他會用聲音或是震動或是火花 來判斷需不需要進行換刀 覺得有可能換刀的時候他就會把刀拿下來檢測 那需要換就換刀 那不要換再放回去 可是這樣有個問題 就是一個師傅不可能只顧一個機台 因為這樣的成本非常的高 一個師傅通常顧十幾台 甚至更多的機台 那當中難免會有就是露看的情形 第二個老師傅的經驗呢 其實不好傳承 我們要訓練新的師傅呢 還需要一些時間 那其實也會造成我們身份的損耗 所以我們會期望說 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呢 來讓我們了解刀的健康值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希望通過數據去了解刀的健康 那怎麼進行這樣一個題目呢 這樣的一個題目 需要通過三個團隊來合作完成 第一個是數據採集團隊 第二個是數據分析團隊 第三個是數據工程團隊 首先會由數據採集團隊呢 採集所有必須要的資訊 通常有兩個數據來源 包括傳感器以及控制器 控制器就是設備的大腦 它會記錄了設備加工過程中 所有的設備相關的機械設定 那傳感器呢 它是用來蒐集設備的外部資訊 不同的設備需要不一樣的傳感器 那我們這次的題目中加裝的是震動傳感器 因為在刀具加工的過程呢 當刀具碰到產品的時候 它會需要粉碎以及撞擊 那這個過程會產生震動 對於新的刀來講 它的震動量是比較小的 對於舊的刀來講 它的震動量是比較大的 所以震動能反應一把刀是不是健康 那我們就會在設備主軸的地方呢 安裝我們的震動傳感器 以及我們會去破譯 以及解析我們的控制器 把數據撈出來 那數據採集團隊呢 就會把這些數據傳到Edge Server 也就是我們的邊緣運算主機 那最後上雲入我們的Database 數據採集團隊工作就告一段落 那接著數據分析團隊呢 就能拿這些數據下去分析建模 建立我們的健康值模型 有了這些健康值呢 數據工程團隊就能把數據做串接 同時搭建系統呈現UI介面給用戶看 那右邊左邊這張圖呢 是我們之前專案做的一個UI介面 通過這張圖呢 現場師傅可以很直觀的了解到 現在刀具的魔號是多少 那它還剩幾分鐘需要加工 不好意思 它還剩幾分鐘的壽命 剩餘壽命 例如說當刀具壽命即將終止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出預警 那通知師傅前來換刀 如此就完成了我們的CNC刀具健康監測這個題目 那通過這三個團隊的合作呢 我們就能讓數據說出刀的健康 同時達到增加我們的效益 以及降低成本的目的 接著是本次報告的重點 也就是數據分析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會和大家一步步講解 同時搭配相關的python code 並和大家分享就是在分析的過程中 遇到的一些難點以及問題 那我們再把數據呢轉換成健康值的流程 主要可以分為四項 第一項是數據理解 第二個是前處理 第三個是特徵工程 那第四項是建模 那我們先來看我們手上總共有哪些數據 那剛才有提到就是數據採集團隊會去 撈取控制器的數據及振動傳感器的數據 除了這兩個數據外呢 我們還會請現場的師傅去記錄摩耗值 所以我們總共有三種類型的數據 那我們一一分別介紹這三種數據有什麼樣的特性 第一種數據振動的數據 它可以反映加工過程的振動量 那它的採集頻率非常高 是25600赫兹 也就是每秒會採集25600個數據點 幫大家複習一下赫兹就是每秒會採集 多少個數據點 那面對這樣一個高頻數據呢 會這麼高頻的數據 其實是因為要符合採樣定理 所以傳感器的數據通常都是高頻的 像是聲音震動或是壓力等等的 那這樣的數據值它是非常的大 那它有什麼樣的特性 就是通常它的儲存方式是會小單位小單位的儲存 例如說在我們這個項目中 我們就是每分鐘儲存一筆數據 那它是以TDMS file的方式儲存 那從刀生命開始到結束呢 總共大概會儲存200多個數據 也就是大概200多分鐘的壽命 那這樣的大小大概是一把刀 就是十幾GB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這樣的數據呢 點TDMS file 以及LVN檔是高頻數據 常見的數據儲存格式 我們其實都有很方便的Python套件 像是TDMS file以及LVN read 都可以幫助我們來擷取裡面的數據 那我們裡面的數據呢 包含了三種方向的振動量 包括X軸以及Y軸 以及D軸方向的振動量 那剛才有提到說 振動它能反應刀的健康 所以這三個振動量呢 就會是我們的X 也就是我們希望模型 它是學習的主要對象 第二種數據是控制器的數據 它是去記錄說 機械在加工過程的一些機械的設定 那主要包括X軸坐標 Y軸坐標及D軸坐標 這三個欄位呢 可以幫助我們去還原刀的加工路徑 也就是刀現在正在進行什麼樣的加工 那另外還有進給及轉速的欄位 進給代表說刀每轉一圈 它的位移是多少 那轉速就是刀每分鐘轉幾圈 這兩個欄位呢可以幫助我們判斷 刀現在是不是在加工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欄位是 主軸負載 主軸負載就是指說在主軸上的負荷 那這個欄位呢 它其實通過domain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也能反應刀的健康狀況 所以它也是我們的X 但是呢 控制器的採集頻率呢 只有33赫兹 那傳感器的採集頻率有25600赫兹 所以呢我們會去利用時間做Mapping的一個動作 把控制器的數據呢 從33赫兹擴充到25600赫兹 最後是我們的摩耗數據 摩耗數據呢 是由師傅透過量刀量測的結果 那每30分鐘量測一次 因為數據量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會直接用線性擦補的方式 擦補它的薛失值 那摩耗其實就是我們的Y 有了Y我們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監督室學習的問題 那因為Y是連續的 所以它又是我們的回歸問題 但是有時候呢 其實現場是無法去蒐集摩耗值的 那這時候它就會變成一個無間都市的模型 那我們就必須用相似性的模型來建立我們的Model OK 那有這三種類型的數據呢 我們能做什麼應用呢 包括去偵測刀具的異常 以及預測刀具的健康 另外還包括識別刀具的故障類型 但是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 今天主要會和大家介紹 預測刀具的健康 但是呢其實裡面的蠻多原理都還是一樣可以應用在 識別刀具故障類型的 接著是前處理的部分 那這邊會和大家介紹三個關鍵的前處理步驟 那第一個是最簡單 但是也是最常被忽略的就是去除籠餘的數據 去除籠餘的數據呢就是保留真正的加工數據 那我們可以利用一些機械的設定 像是利走的上下位移來判斷說這個刀現在是在提刀下刀 還是這個刀現在是在加工 那或是呢我們也可以還原刀的加工路徑 來看他現在正在進行什麼樣的加工 但是這些呢都不比直接請教領域專家來的實際 因為領域專家他其實跟機械的設定非常的熟 那請教他們的話呢 他們會告訴我們非常有用的資訊 像是進給 進給快就代表說下刀的速度快 那下刀的速度快其實這些數據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綠掉了 或是說他在加工的時候轉速其實設定在一個定值 那不是某個定值的話呢 這也是我們的非加工數據 那通過這樣的過濾方法呢 我們就可以把 兩億五千六百萬的數據點呢 減少到一億五千六百 一億五千五百萬的數據點 其實少了非常的多 那第二個呢是 去除Outlier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在傳感器的數據其實很常見 就是傳感器在收集的時候呢 它其實會把它調得敏感一點 希望它收集到所有必要的資訊 可是通常也會收集到一些現場的噪聲 或是干擾 而且有時候在類比轉數位的過程中呢 其實會有一些訊號的雜訊 像是極大值或極小值 那這個部分都是我們希望去過濾掉的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偵測異常的方法呢 來去過濾這些數據 那例如說單變量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 Low S或 Permutation Test 那 對於 多個變量的時候呢 有時候 在單變量看不出來的Outlier 在多變量 其實就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Outlier 那我們就需要使用多變量的方法 像我們有震動X 震動Y 震動力 我們就需要用PCA T2 或是Gaussian Misture Model的方法 那這邊 來看一下Gaussian Misture Model的 那 我們這邊呢 可以借助PsyKEY Learn裡面的一個Gaussian Misture的方法 那 它裡面呢 你可以直接很方便的就使用Gaussian Misture 這個Code呢 來對它進行建模 那 要怎麼知道它跟 健康或是正常時候的相似度呢 就需要找到它的LockLucklihood 那 ZKEY Learn裡面的這個套件 也為我們提供一個很方便的Function 也就是 ScrollSample的這個部分 就可以知道說它與正常數據時候的距離 那再回到我們簡報的部分 第三個也是我們最重要最關鍵的數據前處理步驟 轉換為分析單位 那 因為我們 傳感器是高頻的 它收到的數據量非常的大 我們不可能直接把它全部都丟進去 建立一個Model 所以 通常我們會把這樣的數據呢 切成一段一段一段的 那我們這個 切一段這一段的大小呢 要多大 其實太大的話它會喪失局部的特徵 太小的話 我們就會觀察不到 它 某些頻率 所以我們希望取一個最合理 不會太大又不會太小 那這邊呢 我們是以加工單節為分析單位 那什麼是加工單節 加工單節呢 簡單講它就是一轉 就是刀子轉一圈 我們就可以把它稱作一個加工單節 我們是想要去了解說 刀子轉一圈它有多少個數據點 那它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呢 可以通過加工單節呢 它就是會等於 採集頻率乘60除轉速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我現在採集頻率是10Hz 每秒10筆數據 那我轉速是 2RPM 也就是每分鐘轉兩圈 那這樣的話呢 我每秒採10筆 等於我一分鐘會採600個數據點 那這600個數據點呢 一分鐘其實就是會有300個數據點 那由此就可以得到我加工單節就是300 那為什麼我們要取這樣一個窗的大小呢 因為通常發生故障或是異常的時候呢 它的頻率是發生在這個加工單 它轉一圈的這個頻率 或是它轉兩圈轉三圈 所以我們需要取這個窗的大小的倍數 才不會避免我們的頻率的資料的流失 那取加工單節的這個概念呢 其實還可以用在蠻多地方的 因為只要是你是機械設備 然後裡面又有齒輪的 像是輪胎或是飛機的渦輪等等的 它都會有這樣一個加工單節的概念 好 那取窗的過程還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訊號呢 在現實中它是一個連續的訊號 但是在電腦中 因為它只能是以 敵散的方式儲存 所以為了更好的模仿真實的訊號呢 我們需要對它做重疊取窗的部分 好 那這樣呢就能把我們的數據量呢 從原本的一億五千五百多萬筆數據個點 然後變成了34萬 然後乘以7680個數據點 7680也就是我們會有34萬個加工單節 那每個加工單節裡面呢 又會有7680個數據點 接著我們就可以拿著7680個數據點呢 去萃取我們的特徵 來代表刀的健康狀況 好 那大家可以從這張圖很直觀的理解就是 可能就是像這樣的一段振動數據 那我們就是對這樣的一個窗框呢 去取特徵 例如說取 命或是standard deviation之類的 那這邊呢 在食域的部分呢 我們會去取一些峰值或是RMS等等 大家常見的特徵 那除了這個呢 工程上很常見的特徵就是一個 有兩缸的特徵 像是波形啊 或是玉度因子 這些都是不會受外界物理一量干擾的特徵 那 只有食域的特徵 其實是不夠的 就是 對我們的數據來講呢 需要對它做負列轉換 把它轉成頻率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左邊的那張圖 上面的是隨時間變化的一個振動訊號 那我們可以通過負列轉換 變成S軸 代表是頻率 的一個時間序列 那可以看到 健康的那張圖呢 它在低頻的時候 頻率能量很明顯 那不健康的時候呢 它在高頻有很明顯的能量 所以 從頻率可以很好的看出 這把刀健不健康 但是從食域其實是很難看出有什麼的 那 另外一個 叫時頻率 也就是 頻率隨時間震動的一個空間 那 這個部分呢 可以直接做小波分析 或是Hearbird transformation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 一個轉換 但是因為它轉出來的 會有 低頻跟高頻 這兩種 非常非常非常多訊號 那其實我們不會希望得到這麼多訊號 因為有些其實對我們沒有幫助 所以會建議大家就是 可能先去看 健康跟不健康的時候 它頻率在哪些表現的特別不一樣 那我們就取那個部分的頻率就好了 OK 那還會有一些 一階 二階 像為什麼 降尾啊 等等 成績等等的特徵 但是因為 時間的關係呢 之後有興趣的大家可以 會後討論這樣子 那 通過這樣的特徵轉換呢 我們就能把 我們原本 有34個加工單節 然後每個加工單節裡面有 7600個數據點 變成 281個特徵 可是 這樣的特徵其實會 非常多 那全部丟到model去寸 好像也不太好 所以我們會先做一個 特徵選擇的動作 那 這邊跟大家 跟大家介紹幾個就是 我們在訓練model的過程中 認為還蠻有用的就是 特徵選擇方法 第一個是 MK test 它是去 它是去判斷這個特徵 它是有沒有趨勢性 那 對於 預測健康這個題目來講的話 MK test是非常有用的 那 第二個是 KS test 第三個是 permutation test 這兩個呢 都是在看說 健康跟不健康的刀 它們的分布到底相不相似 那這邊也跟大家講解一下 Python Call OK 那 這邊是我們特徵萃取的部分 那 我們會用到 的 package 像是 FFT pack 就是做複裂轉換 或是 Hear blood transformation 然後 一些降微的 decomposition 像PCNNF 之類的 我們都可以去截取特徵 那我這邊會習慣去把 食慾的特徵呢 做一個function 然後 頻慾的 也做一個function 方便我們重複利用 因為有些像你做一階的 你取的頻慾特徵 其實還是那些 那 再 取 頻慾特徵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就是 要把它分不同的頻代取 它是比較有意義的 例如說我現在的頻率是在 1到1000赫兹 我可能就是 1到100 或是100到200的時候 會取不一樣的特徵 那最後呢 會把包成一個整個大function的時候呢 是長這樣 其實各位可能會發現說 它其實就是 針對每一個 針對每一分鐘的data 直接對它去做 上述所有提及的前處理 包括 去除outlier啊 然後做特徵轉化等等的 因為我們不可能就是 把所有的data都讀進來了之後 然後再分別對它做轉換 因為非常的佔用我們的內存 那 這也比較符合實際上的做法 也就是我每分鐘收到數據 我就對這一 這一筆data 下去做解析 以及特徵轉換 同時preddate它的健康值 那feature selection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可能會用到的package 像PSM或是 KS2 sample 或是permutation test 這幾個package 好 那 有了剛才的那些特徵 及篩選過後的data呢 我們就能對它進行建模 那我們使用的是 最後最後釋出來最好的方法 是XGBoost 也就是XGBoost 那可以看到就是 左下角是我們現場的就是 去量測的模號量 以及我們 預測出來的模號值 那可以發現 它的結果是ok可以用的 但是我們 這邊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模型 可能會無法犯化 例如說我在這把刀見的模型呢 可能沒辦法用在另外一把刀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 對數據做標準化 然後或是mix up 來 讓我的模型可以泛化 那我們現在也還是在 持續優化我們的模型 最後最後 就是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我們一開始呢 我們其實也想用就是 非常fashion 或是什麼deep learning的方法 然後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 因為現在是 現在的deep learning方法 大部分都是針對機器視覺下去 架構它整個 就是它裡面的架構 那我們這邊呢 是時間 序列 它是比較偏向是一維的 而且它是一個訊號 那 所以我們後來呢 還是選用傳統的機器學習方法 而且它能比較好的去理解說 我們 什麼樣的特徵是重要的 那什麼 對我們來講是可能是 比較不重要的 通過這樣的 流程呢 我們就可能很好的理解說 我們在建立深度學習模型的時候 我們裡面的神經網路要怎麼去設計 來去優化我們的深度學習網路 然後最後非常謝謝 我們的老闆 Credo及Jade的帶領 以及我們大數據團隊 大家的幫忙 讓我可以在這邊報告 那在做這個過程中呢 我一直想到就是 福特說了一句話就是 如果當初我去問 顧客到底想要什麼 他們會回答說 一匹跑得更快的馬 就是那個時候呢 在福特的年代 其實大部分的人 都還是騎馬的 或是坐馬車 那 福特是直接想說 那我從A到B 要怎麼用更快的方式到達 也就是 跟我們現在在做的這個案子 我覺得有點像 就是打破舊有的思維框架 好 那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 因為時間現在也剩下一分鐘 所以我 最多人投票的這個問題 那個CNC應該有人代表回答了 第二個就是 綠除 outlier是 同時 單 變量 或多變量 同時處理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個問句 好 那食物上如何確定 是否會 就是 綠除掉過多有用的資訊 我們會 我們會 我後來我就直接用多變量的方法去做綠除 就不會用單變量的方法了 因為我們有三個振動方向 這樣 那 我們 這其實 做 outlierditation呢 跟做分析 做健康預測 會有點不一樣 就是 它的X是 隨時間我會去 推移的 那如果我做健康分析呢 我的X就一直都是我 健康時候 就是我的train一直是我健康時候 還有一個就是 跟大家補充一下就是 在那個 模型預測的部分呢 可能會有人想問說 那如果沒有Y 就是我現在沒有摩耗值怎麼辦 那你們是用什麼方法 那這邊可以跟大家透露 我們那個時候是用 PCA跟T-square 以及 Gauchin Mystery Model 來幫助我們做到這件事情 好 那 因為現在 時間上面也 差不多就到了 所以我想說 這個 這個主題其實是很專業喔 那 如果對這個主題 很有興趣的朋友的話呢 可以私底下再跟講者來討論